刚才说到 路律忽然发现 如果那对眼睛真的藏在电脑里面 究竟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藏在我的电脑? 我的文档? 网上邻居? 浏览器? 回收站? 嘿嘿 似了 这时候路律才看到 果然回收站里面 又多出了一个文件 他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他知道 这个肯定是周聪已经删除的那张冥婚照 他原本已经消失了 不过在那个虚异的空间里面 难道又是慢慢复原成影? 也不知道从什么渠道 可以重新进入回收站 今晚太静了 如果一眼睛掉落地肯定听到 陆陆对着电脑屏幕 突然间他开口说话了 我知 我知你一直看着我的 嗯?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自己都打过冷震 当然没人认他 那对眼仍然保持沉默 你是谁?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谁?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谁? 那对眼依然沉默 好 好 你不出声就行了吗? 我猜一下你是谁? 如果我猜对了 麻烦你给我一些反应 好吗? 好 那对眼依然继续沉默 我知 你是周冲的父亲 那对眼依然沉默 我知了 你是这部电脑原来的主人 那对眼依然沉默 那对眼依然沉默 难道你是冲婚照上的那个死人? 突然一声巨响 那声音是从卫生间传出来的 嚇到一跳 即时向卫生间跑过去 他发现他的牙策和杯跌在地上 幸好没有摔破 那个牙策躺在地楼很近的地方 那些毛是向上的 蛤?难道这个 就是他的反应? 鹿鹿慢慢弯低身 撿回他的牙策 但他的手伸到一半的时候 却停在半空 他忽然想 这支牙策会不会是那条虫偽装的呢? 他认真分辨一下 不是 在买牙策的时候 他特意买了一支绿色牙策 而那条虫是浅灰色的 当他的手再伸向这支牙策的时候 他身上忽然起了一层鸡皮 因为他的指尖摸到了一股良衣 然后他见到地上的牙策的柄 居然微微移动了一下 分明就是一条虫 一条虫啊! 啊! 鹿鹿尖叫一声 立刻弹出门口 那条绿色的虫 迅速爬入黑的地楼 那条尾不见了 鹿鹿整个人都呆了 是吗? 真的一条虫? 以前 鹿鹿是用浅灰色的牙策的 这样就冒出一条浅灰色的虫 现在鹿鹿换了一只绿色的牙策 那又冒出一条绿色的虫 那这两条虫 是否同一条虫呢? 他们随着牙策的颜色变来变去 到底想怎样呢? 是为了蒙蔽它 以便进入它的口腔呢? 还是想将它的牙策收到什么地方呢? 是否想拖入地楼里面呢? 鹿鹿用面盘将地楼的洞 盖住,然后回到书房 在平时 楼道里面会经常传来脚步声 因为有人上楼,有人下楼 但今天楼梯那里异常之安静 鹿鹿看了台电脑,看了很久 突然他又说 我想见你,我想见你,就现在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突然转了头 你猜他见到什么? 他见到的是 已经死了的歌星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他的面子又英俊 又英俊 那张大眼睛 心情地注视着鹿鹿 搞到鹿鹿果刹那 有点缘温 这才意识到 没错了 他真的见到Michael Jackson 那张就是周聪 不知何时 只在墙上边的海报 他顶着面 其实没有人出现 六张视线收回来 继续望着那台电脑 很小声地说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世界的规矩 但我猜你不会说现形就现形 你们一定需要一种掩饰 那我给你一条路走 明天下午两点钟 我在东城图书馆小广场的石椅 坐在这里 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 那你就在我身根出现 我等你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马上把电脑关掉 好了 到现在为止 鹿鹿和那双眼睛之间 有了单向的约定 除了卫生间的那声巨响 他始终没有做到任何表态 鹿鹿这个时候 看看手机 22点04分 这次又不整齐了 这个时候手机又响了 是胡小军打来的 鹿鹿鹿鹿鹿鹿 哎呀我说个好消息给你知道 我准备2011年1月15日结婚了 不是吧 这么快 明年而已 明年啊 一个多月之后就是了 哎呀 没办法啦 我妈吹得我好急啊 是鬼 我看是你急而已 哎呀 反正迟早都是结 早点结好过 喂 那需要我做伴娘呀 哎呀不啦 我们都不放酒 打算旅行结婚 去带你玩算了 哎呀 连酒都不放这么省 想喝杯酒都不行 你这么坏的 不要紧要啦 等我回来 带些云南的紫米花雕 给你享受一下 好正的 哎呀不跟你说那么多了 这一天我正在布置新房 明天我去商场买窗帘 你陪我去好不好 哦 什么时间啊 行啦 好啊 无所谓啦 好啦 那你等我电话啦 好 拜拜 那晚呢 周冲比较早就回来 和平常一样 他一回到家 就去洗凉房洗凉 陆陆就叫他 周冲 不要进去煮 嗯 什么事啊 陆陆犹豫了一下就说 没有啊 我叫你拆牙的时候 看真的牙刹只好拆啊 为什么啊 我刚才刚换了新牙刹 你不要用错啊 啊 你的牙刹是绿色的 我知道牙刹是红色的 有什么可能用错啊 说完呢 他就走进了卫生间 很认真地听 听到他在洗凉 在剃鬚 在拆牙 但听不到他尖叫 终于等到周冲赤身路看 身上有一股沐浴液的味道 嗯 非常之浓烈 两个人躺在床上边 周冲抱着陆陆 音响里面播放着柔阳的音乐 是晴王的主题曲 词和曲都是周冲写的 也是他唱的 歌名叫绝爱 他唱得这么深情 陆陆听一次 就陶醉一次 真是如痴似醉 究竟这一晚 又会不会有什么怪事发生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回来再说